幸福家庭空中讲堂 以赖县家庭教育中心制作播出 欢迎收听 家庭共学习 亲子无距离 让我们在这个爱的原地里 一起分享一起学习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空中讲堂 每个人跨出家庭有幸福 让爱天天祝你家 让爱天天祝我家 五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我们迎家 让爱天天祝你家 让爱天天祝我家 五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我们迎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空中讲堂 我们这个节目呢 是由宜兰县家庭教育中心 所制作播出的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宽兰国小的退休的校长 廖秀伟廖校长 来到节目当中 欢迎我们的来宾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校长您好 这个连续四个礼拜 我们在这边练功 就是说跟大家说明一下 是找回父母亲子的力量 其实呢有好多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主题 可以跟我们的家长们 一起来分享 那上个前面两个礼拜 对不对 我们跟大家就是介绍了 就是说很多的这个 父母之间的一种 这个互动关系 其实都来自于原生家庭 是 所以有时候呢 家长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会跟我的小孩 是这样的一种互动方式呢 也许要想想 我们以前是怎么样 跟我们的父母所互动的 对不对 是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会用另外的一个主题 对不对 要这个找回父母的一个 这个亲子的力量呢 有许多方法 是让我们可以做一个 很正向的 是不是 待会儿校长会跟大家一一的来做一个分享跟说明 节目一开始 是不是要先把我们中心的活动先介绍一下 是 还是要赶快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中心的活动 哇 那这个暑假快到了 对 对 所以呢 刚好中心就赶快问我们的这个小朋友 然后来办理一些活动 那所以呢 这边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 其实中心已经很多年了 一直都持续在办这个暑期儿童的读书会 那一方面也让这个父母亲 让小孩子暑假 不会就是趴趴走 那甚至比如说 常常有时候他们会跑去游泳啊 玩水啊 那也能够有一个 让他们比较一个文静的 对 然后可以吸收一些讯息的 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跟地方 所以中心就办了这个儿童的一个读书会 那我们这个儿童读书会 大概就是有分两个梯次 那为什么分两个梯次 因为第一个梯次就是针对一到三年级 低年级的小朋友 对 也不算低年级 低中 低中年级的 对 然后第二梯次就是四到六年级 对 那大概我们每一个梯次 都会有一个六次的活动 那每一梯次 我们大概预计要招收 就是二十名 二十名的这个小朋友 那日期就是从我们暑假 放假 七月一号 第一天开始 那一直到七月二十二号 就整个七月份的时间 那 而他时间都不一定 就是在礼拜一 或者是礼拜四 那大家就是七月一号 是礼拜一 然后七月四号呢 是礼拜四 还有就是七 七月十一号 也是礼拜四 七月十五号 是礼拜一 然后呢 七月十八号 是礼拜四 七月二十二号 是礼拜一 那我们两梯次 都是同样的时间 都是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日期 同样的日期 那办理的地点 是在我们宜蘭县 家庭教育中心 一楼的团体辅导室 那当然时间会不一样 但是日期是一样的 那如果呢 我们这个爸爸妈妈 你想要让你的小朋友 来参加我们这个读书会的话 那就赶快报名 因为每年的经验 他很快就额满了 那报名的这个电话是 9333837 转16 找我们的许小姐 对 好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暑假的 为儿童们所办的 一个读书会的活动 整理一下 就是说 其实他的这个总共呢 不管是说 这个一到三年级的 第一梯 或者是四到六年级的第二梯 大概呢 都是办理六场的一个活动 在七月份的时候 那因为校长有特别讲到 这个活动呢 已经办了很多年了 那每一年都是 常常抢手 对不对 我们是一次比一梯次 来这样来报嘛 所以说你参加一个梯次 不能单场 对 就是六场 都要全部参加 这样子 对不对 好 这个相关的讯息 可以上这个我们的 家庭教育中心的网站 来了解一下 那另外一项的活动 是看电影 对不对 是 就是我们这个影片 是 那其实看电影是其次 最重要是之后的这个讨论 讨论更重要 对 那个讨论是非常的重要 那 我们今年呢 是放在六月二十九日 一直到九月二十一日 那最主要是 会这么长的时间 是因为他连 总共有十二个场次 不过这个影片 就跟刚刚的那个 读书会不太一样 你是可以单场次报名的 那因为每一个场次 他的影片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 可以选择 你比较想要观赏的影片 比较想要去讨论的 这个场次来做报名 那主题的话都是 主题的话就是 有影片的这个名称 那我们大概就是在 每个礼拜六 就从六月二十九号开始 那每个礼拜六的 下午一点半到五点 有三个半钟头的时间 那方式就是你当场到那边 那我们会先看影片 看完影片之后呢 就会做一些的讨论 所以需要三个半钟头的时间 那他最重要就是 他是会可以单场次报名 那也借这个机会 让每一个场次 让我们听众朋友 稍微知道一下 那个片子是什么 那六月二十九号 是为巴比祈祷 那七月十三号是分手快乐 七月二十号是名牌冤家 七月二十七号是兑换冤家 八月三号是陶姐 这个前阵子很流行的 那八月十号跟着春天去旅行 那十七号呢 八月十七号是金展花大酒店 那八月二十四号是小孩登大人 八月三十一号是人生的驾驶客 九月七号是亲亲小妈 九月十四号是双面劳伦司 那九月二十一号是冥王心早餐 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些是旧的片子 那有一些是现在新的片子 但是其实这个片子 都会跟我们要讨论的一个主题 其实是会息息相关的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看 这样的影片我平常看完之后 我会想到什么 那我们这次来再跟其他的人 一起讨论的时候 或许会有激荡出更多不同的 一个想法跟看法也不一定 所以这是一个婚姻与家庭 影片的讨论的一个方式 那报名的电话 就是9333837转14 找我们的曾小姐 那她的地点也是在我们 宜蘭县家庭教育中心 那最重要就是单场次的一个报名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 其实有兴趣的话 真的是可以来参加 而且你来参加 如果你是公务人员的话 还可以有这个三小时的延期时数 所以是非常棒的 好谢谢校长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宜蘭县家庭教育中心 即将要办理的两项的活动 一个是暑期的儿童读书会 另外一个是细说幸福 婚姻与家庭影片 讨论团体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相关的活动 都可以上我们的宜蘭县家庭教育中心的 网站来了解 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校长 是 今天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话说对了 孩子就会了 我就说这句话说的可真好啊 是 就是我们常在讲说 父母亲啊 如果你的话说对了 其实孩子就会了 那当然相反的就说 是不是我们平常在讲的话 好像没有说对 所以我们孩子才会听不懂 做不好 是 所以其实 这个我觉得我们也可以 今天我们听众朋友大家 就是共同 我们来想一想 那到底我们的话 是不是说对了 那话要怎么去说对 当然其实我们就想说 什么是对的话 那 其实有一个对的话 我觉得很容易 大家也都 常常是 应该是说 大家都常常会提 会讲 可是事实上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说对 那这个是什么 鼓励 鼓励的话 是 我们都会讲说 对啊 鼓励的话 我们知道鼓励是很好的 对啊 鼓励的话讲了 应该大家都很高兴 很喜欢 可是 我们回过头来去 反省一下 有时候我们讲鼓励的话 好像 也不见得孩子都很喜欢 讲到后来 好像那个 那个跟孩子之间的气氛 会变得很不好 那这时候 或许我们可能 那个鼓励的话 没有讲对了 对 所以 这里面 就会发现说 那到底什么是鼓励的话 对 到底什么是鼓励的话 我们是要想要用 鼓励的话来鼓励你的孩子 但是呢 说错了 对不对 所以校长今天就先告诉我们什么是鼓励的话 是 那鼓励其实它跟赞美是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平常也常会讲说 孩子也 我们也要常常赞美孩子 对对对 但是鼓励跟赞美不一样 赞美是可能我们对他有一些的期待 尤其是他已经有一些的 我们认为不错的好的表现的时候 我们会去赞美他 就已经看到他有一些好的东西了 我们去去赞美他 可是鼓励不是哦 鼓励是他不见得他现在是有好的表现 鼓励的出发点是 我们是带着信任这个孩子 然后去说出去的话 而且是从孩子他现在做的 即使他不是做得很好 可是呢 我们觉得 你这么认真去做 你这么用力去做 你这么努力去做 即使没有很好的成绩 很好的表现 我还是很尊敬你 或者说给你非常的敬意 而且就是说打气 替你打气 这样的话才叫做鼓励的话 所以鼓励跟赞美其实是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会讲说 话说对了 孩子就会了 其实他不是赞 不是只有赞美 而且是鼓励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是赞美 基本上我们就是对孩子 有一些的期待 就是说 而且是期待说 你是不是都要有这样的表现 可是有的孩子 他可能会觉得说 其实在他的 现在的学习过程当中 他常常会有好的表现 我觉得并不是说 那么经常性有 要做一件事情 要做到成功 做到好的表现 其实他是经过一段努力 那如果说我们等到 他做得好的时候 他的成果出现了 我们才去赞美他 很多孩子可能在 中间的过程当中 就半途而废了 所以其实鼓励的话 是在孩子在辛苦 在努力 他还没有有优秀的 成果呈现的过程当中 他正在打拼 换成我们大人 在努力的时候 对在努力的时候 我们就鼓励他 就看到他的努力 所以这是鼓励跟赞美 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 鼓励是让自己去信任 孩子的潜力 那我们相信孩子 是可以达到的 是信任他的潜力 而且信任孩子 正在这个努力的过程里面 然后让自己呢 让我们自己打从心里 就对孩子 面对他现在的这个情境 表达说 我真的很高兴 也真的很敬佩你 你可以在这里 继续这样的努力 所以是对孩子 面对的那个情境的 那个努力 我们对他表达敬意 然后对孩子的 这种处境 也产生尊重 所以这是一个鼓励 其实很重要 就是父母亲 可能先要转念一下 就是我今天要鼓励他 是对孩子的 这个敬佩 他这么努力 然后对孩子说 他对孩子这个处境 他没有逃掉 他还继续在这里 然后我很尊重这个孩子 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很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家长常常都是说 要看到结果了 才会给予赞美 对不对 其实说鼓励的话 就是说看到你的 努力的一个表现的 这个时候 当下 其实我们就应该 实时给他们 做一个鼓励 对不对 那我想说这样讲 可能听众朋友 还是有点模糊 我们来举个 那个具体的例子 从具体的例子里面 来认识这个 应该怎么样 做一个鼓励的话 对鼓励的话 要怎么说 那比如说 我们刚刚说 就孩子还没有看到成果 对不对 那假设就说 你看到孩子 现在很认真在准备 那可是呢 他的考试表现不如意 他考得不好 那这时候 要怎么鼓励他 那我们可能可以说 妈妈看到你 已经付出很多的努力 真的让我很感动 可是呢 虽然你的成绩不好 可是我相信 你的实力一定进步了 这个是不是 就是在 在就是 很就是 敬重你对 这一段过程当中的 一个努力的部分 对对对 那可以 接下来你可以跟他讲说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你的实力 跟这个考试中间的落差 是有哪一些地方 可能没有注意到的 我们现在要注意到 那我想 孩子听到这个部分 因为你这时候 如果赞美他 他明明考不好 孩子也觉得 妈妈你 你的企图 太假了 可是呢 你看到孩子 其实他考不好 他努力 我相信孩子心里 也很难过 那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 作为父母的 要去鼓励他 那鼓励他 要怎么讲 好 就是刚刚 妈妈看到你 已经付出这个努力 我真的很感动 那我相信 你真正的实力 是已经进步了 可是呢 你的实力 跟考试中间 会有这些落差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是不是有哪一些地方 没有注意到的 我相信 孩子其实 有没有听到 你对他的鼓励 有 而且发现 太窝心了 而且发现 妈妈也要来 帮他一起去 因为其实 这也是孩子 百思不及 我明明那么努力 为什么会考不好 所以其实这是 这是一个 我觉得妈妈可以讲的 对啊 而且我就像你 你这个话 我们这要多练习几次 因为第一次 我可能讲不出来 因为我不想用 怎么样去浅识 用这种方式 但其实同样 同样刚刚这个例子 不一定要像我讲 这么多句 其实还可以讲说 妹妹啊 我看到你 这次考试考步 我看到你眼睛里面的失望 那可是无论如何 妈妈都已经看到 你已经付出的 那个努力 已经让妈妈很感动 这样也是啊 对啊 对 像真的是讲的每一句 我都觉得好想学起来 是 所以其实这个 但是刚刚第一句 跟这个第二句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第一句 其实还有在协助孩子 去找出说 那个落差的地方 那第一句 第二句的话 就是说 我们现在只是 纯粹就是鼓励他 那不过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其实可以先练习 练习那个第二句 多讲几次 慢慢我们就会了 对 就是看到你 这个眼睛里面的失望 你这次考不好吗 我看也不一定眼睛里 我就说我妈妈可以感觉到 可以看到你很失望 没有考好 可是无论如何 你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其实妈妈都有看到 已经让妈妈很感动了 我想其实这是一个 很真诚的话嘛 那孩子我想他其实就 我想有时候很多孩子 说不定你这样一讲 他眼泪就掉下来了 对啊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鼓励 我觉得 是 好那我想这是一个鼓励 那不过我只想说 我这边也要教一下 其实鼓励 可以有一些秘诀 就是怎么讲 那比较简单的 可能就是说 对于现在已经就是在发生 或正在进行的 那我们给予这个孩子 一种比较正向的情感 或者是信任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什么 就可以说 我看见你现在很努力 然后我听见 你现在已经为你说了什么话 然后让人家觉得很棒 然后或者是说 你让我联想到什么事情 或者是说 你说这句话让我觉得被鼓舞 或你做这件事情让我很高兴 这个都是对孩子的一种鼓励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 即使孩子现在外在的表现 不怎么样 可是我们也可以表达对我们那个孩子 他的那个人格特质的一种信心 我讲的是信心 比如说 我相信呢 妹妹你是一个有责任又认真的孩子 那对于目前这样的这个结果 就是可能他不是很满意的结果 那你是怎么想的 那或者你跟他讲 你也可以讲说 哥哥啊 我记得你有一颗很愿意努力的心 那但是今天这个结果 好像不如你所预期的 那对于这个结果 你觉得自己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对 这个后面的这句话 就跟我们刚刚前面的 有要帮助他的 那如果我们爸爸妈妈 觉得我还是不太会讲 那你就只讲前面 我相信你是一个 有责任又认真的孩子 虽然这次表现不好 但是我相信 你是有责任又认真的 那或者 我记得你有一颗 很愿意你努力的心 其实这也是给孩子鼓励 提醒孩子说 你虽然这次表现不好 可是呢 妈妈记得 你有你的好的人格的 好的特质是在这里 所以这对孩子是一种鼓励 那另外一种最简单的鼓励方式 就是表达你对孩子的爱 你就跟他讲说 孩子 你要知道最重要的是 今天无论如何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是爱你的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对 或者你就像说 孩子 我相信 无论如何 你都会爱你自己 那再来或者是说 孩子 你在我的心中 是很重要的 这一点绝对不会受到任何事情的影响 那这个是对孩子表示 那个什么 无条件的爱 是 这种无条件的爱 其实对孩子来讲 这种表达对孩子爱 就是父母亲对孩子一个最大的鼓励 是 好 这个话说对了孩子 就会了 听众朋友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到的 是虽然国小的退休的校长 廖秀伟校长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是 找回父母亲职力量 那连续会有四个礼拜 有关于不同的一个主题 今天说话说对了 孩子就会了 那父母要用鼓励的 这个方式 让孩子知道我们是爱他的 然后用我们的信任 说出我们的爱 对不对 好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 那这个我们待会儿呢 休息一下 再继续的进行我们下一个单元 我们下一个单元 转身广播公司 宜兰广播电台 进行的节目是 幸福家庭空中讲堂 各位亲友朋友 欢迎回到我们 今天的节目的一个现场 那么这个节目呢 是由宜兰县家庭教育中心 所制作播出的 今天我们谈论的主题呢 是找回父母亲职力量 话说对了 孩子就会了 那校长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会跟大家 就是分享很多的 教我们怎么说话 好不好 而且要说对的话 对不对 孩子才会 应该也不是啦 大家一起分享 好 这个 听信息人朋友 对孩子在学习的 对孩子在学习的历程当中 我觉得父母亲的 我觉得父母亲很重要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还要再来提一个 就是用药来取代这个不要的这个不 就是用这个要不要的药来取代这个不要 那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父母亲想一想 我们好像有很多说不这样的一个时刻 从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说不可以怎么样 是 不能不要怎么样 是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想用否定的方式 就是用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对 你不可以乱跑 对 你的手 不要这个 都摸西摸的 你不要再看电视了 你不要再到外面去玩了 然后呢 可能说 你不要这个 不要那个 不要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 哇 这个真的是 好像有很生活当中的太多了 太多这样的机会 而且尤其是在父母对孩子 特别特别的多 感觉上孩子就是很不懂事 做了很多父母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 一直限制他说不可以这个 不可以那个 是 对 可是你知道吗 当我们在说不的时候 确实让人家紧张的时刻 对 那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当父母你在说不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父母 你你我们想想 当我们在说不 在对孩子说不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那种担忧跟紧张的 对 但是在听到不的这个孩子 他感受到的是 他想要的被阻止了 所以一个是很担心很紧张 一个是他想要的 他想要做 他需要做的 他渴望要做的 那个东西是被阻止了 所以其实两方 当两方 他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所以事实上他是会很紧张 那父母的担忧跟紧张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支持孩子的改变 对 那孩子他的这个需要 他的这个渴望 他被阻止的那个孩子 他其实是觉得很不安全的 他会觉得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总是旁边有个人好像在监督我 然后可能又 又会叫我不要这样做 不要那样做 所以他其实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我才会在讲说 其实我们平常常在讲不的时候 父母其实也很紧张 是担忧的 对 可是孩子呢 他觉得更不安全 所以呢 我们才会在讲说 要用要 来取代这个不 这个字 要怎么取代 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要怎么取代 我们刚刚在讲说 你不要在马路上乱跑 对 那与其这样 其实我们要他的 你叫他不要乱跑 是要叫他怎样 叫他慢慢来啊 是啊 所以你就改成说 你在马路上靠边慢慢走啊 哦 是 把我们的担心 希望他怎么弄的 做的方式讲出来 所以其实他很简单 就是你叫他不要这样子 可是我们回头去想一下说 你叫他不要这样 那你要叫他要什么 你就把你叫他要怎么做 那个部分去把它说出来 其实这一方面 告诉孩子说 你其实要学会保护 我们担心的是孩子 你这样子 你可能会危险嘛 是 所以是要告诉孩子说 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真正的用意是这样啊 那我们要 像有时候你叫他说 在马路上不要跑 那孩子有时候他不见得 我们大人是很清楚 就是叫你靠边慢慢走 孩子有时候不见得 他不见得知道啊 他因为他平常 就是这样啊 然后你告诉他不要 可是我相信 我们反过来 告诉他要怎么做会更好 那我知道 就是不要看电视啊 不要一直看电视啊 意思就是说 要你眼睛多休息 是 眼睛要多休息 才不会 对 弄得眼睛不舒服 赶快离开电视 这样子你的 眼睛不会那么累 让你眼睛休息一下 哇你看这个妈妈太厉害了 举一可以反三 对对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 手不要伸到这个 脏脏的地方去 那你可以讲说 你就手离开那个脏脏的地方 像有的父母可能会讲说 有的孩子可能 那个觉得马桶很好玩 手就伸到那个马桶里面去 那妈妈就说 你手不要伸到马桶里面 与其这样子讲 你倒不如跟他讲说 手呢要放在马桶的外面 那这样他就会 会很清楚 其实你就后面就可以再加一句说 马桶里面有细菌 对对对 就让孩子学会 你知道吗 学会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可是当你告诉他说 不要伸到马桶里的时候 孩子可能他会觉得 我伸到马桶很好玩 对呀 为什么不能这样 为什么不能这样玩呢 对 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做 是对 那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 不要看电视 他觉得电视很好看啊 为什么不让我看 可是像刚刚你这样跟他讲 他就知道说 电视看太久 对眼睛对视力会不好 是 然后你这样跟他说 他会去感受到说 事实上是要让眼睛休息的 而不是今天是说 电视都不能看 是电视不能看太久 那比如说 像很多老师很会习惯讲说 你不要从溜滑梯上跳下来 小朋友很喜欢从溜滑梯上跳下来 尤其小的孩子 那这个时候可能你要跟他讲说 你要从那个滑梯上面 慢慢的滑下来 溜下来 所以你要告诉他的是正确的方式 所以就是要把不改成什么 不要 那比如说 把那个不改成要 对不对 那像比如说在马路上面 我们跟孩子讲说 你不要随便在马路上面 就跟陌生人说话 这时候你要怎么样改成要来说 你可能跟他讲说 陌生人找你说话的时候 你要有警觉性 要有警觉性 是 可能你要告诉他 你要注意一下 对 那就是要有警觉性 要自己要判断 对 那这个陌生人 是不是 好心的在跟我们讲话 或是真的 他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所以 你其实是要去告诉他 而不是只是不要而已 那再来比如说 青少年 那个父母亲就会讲 不要随便跟男生出去 那其实我们可以去改说 你决定要跟谁约会 你是要 自己要好好的考虑清楚 要深思熟虑 那其实是告诉他说 你男生 你是要看清楚 不是说 今天跟这个 明天跟哪一个 那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是 比较简单 那事实上 你在跟孩子讲的时候 你要看你跟孩子 目前的状况 如果说你们在谈话的 那个情境是很好 当然你就可以多说一些 那如果说 其实跟孩子 有时候你讲太多 孩子会嫌你啰嗦 那很简单 就是把那个布改成药 对 那药呢 为什么 会这样子说 他其实最主要是 药是给孩子一个方向 而且是他能够有一个 当我 你叫我不要这样子 做的时候 然后我要怎么做 我有一个方向 而且是一个 可以掌握我 这个接下来的具体行动 怎么做的一个方向 那当我们说要的时候 是带着信任的态度 然后也是要帮忙孩子 协助孩子 就是说 你怎么样呢 有一个 你现在要做的一个行为 的那个方向跟原则 那这个时候 其实你是没有 斥责的意思 对 那没有不信任孩子的意思 也没有让孩子感觉到说 我是做错的意思 那这时候 孩子就会感受到说 父母亲 对他的支持跟信任 那可是呢 我却也能够知道 让孩子去学到说 那我要怎么做 是更好的 所以其实药 它是很重要 那当然不是说 都不能说不 如果要说不的时候 可能是放在 比如说 那个事情发生后 你要跟他检讨一下 那个原因的时候 然后再来 但是那时候 那个气氛也是要好一点 但是如果通常 我们在那事情发生的 那个当下 或者一开始看到的 那个情境里面 我们用药来取代不的话 就不需要事后去检讨 可能就不会有后续 对 所以这个部分 我就觉得说 它真的还是 蛮重要的部分 对 因为父母来讲 最主要就是说 有支持跟信任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对 那用药的方式来取代 因为真的是不要 感觉上就是阻止他 对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要阻止 那个要阻止 当然我们想要做一件事 然后人家突然叫你 不要做 对 你感觉上 我现在就是 兴高采烈的 然后很渴望的 要做这件事 然后我突然被阻断了 那个感觉是很不舒服的 对 对 不信任的 对 是不信任的 所以我们说话说对了 你换一句话说 然后话说对了 其实父母 我相信你背后的动机 跟目的一样嘛 那只是换一个方式 把不改成药 这样子来说的话 那孩子的感受 完全不一样 那感受不一样的话 我相信我们讲的话 孩子也比较能够听进去 是 那孩子就会了 那如果我们讲 只是这样 那你不要 不要这么做 不要那样做 其实孩子还是不会 而且还很生气 对 还跟我们闹别扭 是 所以其实这样是 很划不来的 没错 真的划不来 加上我们其实 真的要把这个学会 是 那另外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 谈到我们说 用药来取代步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 要用这个具体化 来取代这个概括化 或者用正向来取代 副向 用正向取代副向 对 用具体化取代概括化 其实那跟前面 也有一些是 比如说 你真是个坏孩子 他是副向 对不对 副向的 对 而且坏孩子 什么叫坏孩子 这个很笼童 对不对 是 那我们要怎么样 把它变成 正向 比较正向 不能说很正向 但是稍微比较正向 然后怎么样把那个 那个很笼童的 变成比较具体一点 你可能要指出 你认为他现在 他一定是现在 做了什么事情 有什么行为 对 然后你会觉得 他是坏孩子 比如你就说 你现在把这个饭 撒了一地 你这样子 只是把饭撒了一地 会带给爸爸 很多的麻烦 或是带给妈妈 很多的麻烦 好 你这里面 有没有看到 具体的 有 他做的不适当的例子 撒了一地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很负相的部分 没有 没有 对 我只是去 想说 你这样子做 会带给父母亲 麻烦 对 所以这个就是 像这样的一句话 你真是个坏孩子 那我们把它转变成说 你现在把这个饭 弄了一地 然后你会带给 爸爸妈妈很大的麻烦 所以这样 其实对孩子 他的一个感受上面 也比较不会 那种反弹那么大 而且对孩子也比较清楚说 原来我这样子 把饭傻了一地 会带给人家麻烦 如果你没有这样子说 他哪知道 我饭傻了一地 会带给爸爸麻烦 这样叫做坏孩子 对 对 是 然后他可能也 因为这样他会检讨说 我为什么带给爸爸困扰 对不对 是 带给爸爸麻烦 对 那可能就是回来就说 那我应该不要这么做 是 带给爸爸麻烦 跟坏孩子 其实一个很大的差 很不同 很不同 对 因为带给爸爸麻烦 是我做的这件事情 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不便 但是不代表我是坏孩子 没错 我只是可能偶尔不小心做错 所以那个对孩子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 那比如说 我们再举个例子 就说 可能我们会常说 孩子考试考不好 就说 你看你这次考试又不及格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白痴 或者是真的是低 有时候父母亲口不择言 一急的时候 就会这样讲 激动起来有时候 对 那我们换 倒不如我们就换个方式来讲 比如说 你这一次考了58分 上一次考57分 那 这个是很清楚的告诉他说 你的分数是这样 具体化 对 然后呢 看来呢 这个 我们下一次要让这个数学能够及格 是我们接下来要努力的目标 加油吧 加油 是 可是你已经很明显让他知道说 你这样子是没有及格的 是需要加油的 可是这听起来是没有那种负相的部分 而且让他非常的清楚 因为这跟低能跟白痴 其实落差很大 对 可是我们通常有时候我们就会讲说 父母亲在骂你 通常都把他夸张 你知道吗 你怎么那么笨 对 就是把他概括化这样子 然后 我们是想一个概括化 可是对孩子的来 对孩子听起来来讲是差很大的 好 那再来比如说 我们可能会讲说 你每次都欺负弟弟 真的是让我很生气 那 每次都欺负弟弟 有时候孩子就会讲 我哪有每次 我哪有欺负他 因为我们的 我们认定的每次 跟他认定的每次 他一想 是不一样的 对 对 然后那个欺负 他认定的欺负 跟我们认定的欺负 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可能我们可以讲说 你没有跟弟弟说 你就拿走他的玩具 那妈妈不喜欢这个行为 我希望你下一次呢 要拿玩具之前 先问过弟弟 刚刚我们讲说 真让我生气 这妈妈已经不错了 但是其实可以讲更好 那我 你教他不让我 不让你生气 是怎么做 这其实也是跟刚刚讲的 你要告诉他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对 就是你告诉他说 什么样的行为 是欺负弟弟 然后接下来告诉他 你下次要怎么做 对 所以其实这是用 比较具体化来 去取代那个概括化 或是笼筒化 是这样的一个 几个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像有时候也会讲说 哇 你每次都说谎 我真的没办法再信任你 这个很多父母常讲 都说孩子每次都说谎话 讲谎话 那你可能可以讲说 我在猜 你这一次可能 没有说真话 那但是呢 我的猜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那可是我要讲的是 让我们来想办法 怎么样子讲 然后可以让听的人 然后听起来 然后会觉得 你的话是很值得信任的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但是呢 也可以 其实就是说 你每次都说谎 我再也无法信任你了 那父母亲呢 其实也可以跟他讲说 你这一次讲的这个话 听起来有道理 可是好像有一些地方 我想要再请问你 然后再请问你 这个地方 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这也是一种方式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具体的讲 你刚刚这样跟我讲 可是我听起来 好像是搭不起来的 互相有矛盾的 这个部分去 再跟孩子去说 当然这可能是 对比较大的孩子 对比较大的小孩 对比较大的小孩 所以对小的小孩 跟大的小孩 其实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 你对爸爸说话这么冲 你真是大逆不大 我们好像也很喜欢这样讲 真的不孝 对 然后可是我们可以 换一句话说 你听起来很生气 然后语气里面 好像没有对爸爸的 那个尊重 对 那 其实 爸爸要让你知道 你是可以生气 可是要记得 我还是你爸爸 然后 在这个 这个 家里的 这个 在生命的 这个意义上面 我还是比你大一点 其实 其实你这样子 跟他讲 我相信 那整个气氛就不同了 对 气氛就不一样 是 但是其实 他就是具体的讲 就是因为 你用很生气的 这个语气 来跟我说话 那 我想其实 这个都是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 话要怎么讲 孩子才会 对 对不对 才会懂 对不对 然后呢 要以这个 要来取代 不的这样子 很多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我想 今天家长 我们一听了 这么多的一个方式 对不对 那总是 有机会 我们就多多的 练习一下 对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 你说话的习惯 是比较属于 像都是说不的话 那 我想就是 如果 你今天知道了 我相信 你接下来 可能在讲不之前 就会比较能够 知道要去讲要 所以 当我们的说话 如果变得 就是比较具体 跟正向的时候 那最重要 第一个 孩子一定会 感受到被尊重 对 然后呢 当他感觉到说 有被父母尊重 他也比较能够 去尊重自己 所以 孩子 他就会听见 父母亲 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父母亲 对他的那个真诚 还有父母亲 对他的那种尊重 然后父母亲 对他的那个爱 当他感受到这样的时候 父母亲 我们其实想要去 说服孩子 我们都说 父母想要去 说服孩子 跟孩子讲道理 那孩子就比较能够接受 对 对 真的是 当这个孩子们 那感受到父母 对他们的这个尊重 对他们的支持 对他们的爱之后呢 那接下来沟通 就比较容易了 对不对 那其实刚刚呢 我们在跟这个 像做这样的一个 分享的时候 真的家长也知道说 很多的这些 方式呢 是需要多练习的 对 那今天呢 我们也学到了 很多种不同的一个 这个技巧 那当然呢 还是要多赞美 对不对 那有许多的一些 美好的一些赞叹啊 还有这个 一些这个词语啊 其实是可以 我们多练习的 像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家先休息一下 待会上 休息一下 待会上 继续跟我们 做一个说明 各位听众朋友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呢 是幸福家庭 空中讲堂 欢迎回到我们 节目的现场 那么这个节目呢 是由宜兰县家庭教育中心 所制作播出的 今天我们所谈论的主题呢 是话说对了 孩子就会了 邀请到的 语谈人呢 是圣安国小的 退休的校长 廖秀伟校长 来到节目当中 校长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说 有关于 要怎么样 说鼓励的话 对不对 然后用正向的一个方式 具体化的一个方式 把要来取代 不的方式 那我说了 其实有很多的这些 词语 是需要不断的练习 才会很自然的 说得出来 对 校长 对 那真的是 要常常去做练习 不过其实有一些话 我们平常也都会说 只是我们好像都忘记了 我们都说的都很 比较简单 比如说妈妈是爱你的 是不是这样的 是比较简单 那其实一方面 我们在提到原生家庭 可能就是我们原生家庭里面 爸爸妈妈 没有把这些话多讲一些 没有让我们学习到 所以我们现在 要多说这些话 让我们的小孩子也学到 那除了刚刚前面说的 这个鼓励的话 还有用药取代这个布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 我们要多说的 这是美好的动词 美好的动词 对 那个动词大家都知道 那日常生活中 其实有很多 这个美好的动词 那这样的一个动词 其实希望我们常说 然后而且这个说了 每个人的心情很愉快 而且变成是我们家的这个词汇 家里的那个重要的话 那比如说有哪些 那比如说我爱你 这个爱是不是动词 对 对啊 我喜欢你 喜欢是不是动词 是啊 我想念你 想念是不是动词 是 我感激你 感谢你 这不是动词 我欣赏你 我佩服你 我原谅你 我感谢你 感激你 是 这些都是什么 动词 对不对 感谢 感激 原谅 喜欢 想念 佩服 爱 都是 这个听起来都很舒服 是 当你听到 人家跟你讲这样子的话 你会生气吗 不会 对 所以 可是说实在话 我们没有讲的很多 对不对 是 都讲的不多 不多 对 讲的不多 所以其实 常常讲这些动词 那这样的一个动词 像刚刚我说的 都有我跟你 对不对 中间加一个动词 对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连结彼此 就是连结我跟你 对 那尤其是我们对孩子来讲 会让孩子觉得说 我跟你是有那个 心连心的那种感觉 是有连在一起 站在同一条正线上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是一种连结的动词 连结的动词 对 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那种 让我们的情绪 比较这个舒服的这个动词 比如说 我讲说 让我们出去走走 走走是动词嘛 让我们来闻闻这个味道 闻闻是不是动词 是 让我们来摸摸这一块石头 摸摸是不是动词 让我们来吃吃看什么味道 让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什么颜色 让我们来听听这世界有什么声音 你其实平常常常这样子 其实你也在带着孩子学习一些词汇 可是这样的一个词汇是 其实它是带着孩子 我们那个情绪 对 对 去抒发一些情绪 然后我们今天闻闻花香 我心情不舒服的时候 我可以去闻闻花香 然后到森林里面去闻闻 那个森林的味道 然后我出去外面去走一走 我来听听海浪的声音 然后我来吃吃这个 心情很不好 又是吃吃那个美味也不错 对 其实是 其实这样的动词 是可以带领着孩子 去抒发他的情绪 那这也是很棒的动词啊 对 可是我们平常好像也不会这样子讲 不太会 是 对 那其实 有时候可能会写在文章里 对 对不对 可是其实这个部分是 我们用我们的语言 我们说的话 然后来带动孩子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动词 那动词当然就会牵引到那个行为嘛 对 对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了之后 孩子 我想以后你可能会让孩子讲说 啊 我今天心情很不好 让我来听听音乐吧 哇 这多棒啊 多棒啊 是 对 所以如果说今天你的 这是你家里的语言的词汇 我相信孩子学会了 他其实就可以去抒发他的情绪 那这就是很棒啊 那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打开我们内心的动词 那什么叫打开内心的动词 比如说 啊 我碰到 我触碰到我自己的心了 我打开我心中的盒子 打开是动词嘛 触碰是动词嘛 让我们的心连接起来 连接是一个动词 然后 我现在有很烦的这个念头 然后这个卡住的念头 我要把它放下 放下是不是动词 对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不用的资源 然后把它分享出去 分享是不是动词 是 那这个部分就是会让我们去 碰触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内心 那这样的一个部分 也是在带领我们的孩子 当我们的一个心里面 或是说 我要碰碰我的心 我现在心好痛哦 好难过哦 然后我来碰一下我自己的心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在带领我们的孩子 然后去接触自己的 我现在呢 心里很难过 有一块石头在这里面 我要把这块石头怎么样 放下 好 那这个其实都是一种动词 那 有的人会说 像比如说 我们举一个 就是它其实可以比你假设 我们平常常常会讲说 我拔掉那个筛子 让那个洗澡水流走 然后让那个浴缸空出来 其实孩子常常听了以后 他自己会去做比拟 他可能会想说 我要拔掉我心里面 那个卡住的筛子 然后让那个抱怨流走 然后让我的心呢 能够轻松起来 其实是相同的意思 对 那因为孩子还小 我们时候可能又用那种 比较那种 具体化的那个物体 可是你常常这样子讲之后 那种比你孩子 自然就会去觉察到了 那这个是一个属于打开这个内心的动词 另外还有一个 我觉得我父母最可以做的 就是支持性的动词 比如说 让我看见你 让我听见你 让我了解你 让我与你同在 让我来感受一下你的心 让我来体会一下你的处境 是什么感觉 这个是不是我在支持你 对 我与你同在的感觉 那他虽然跟刚刚那个连结 那个我跟你的那个很像 但是他这个更牵涉到那个内心的 我懂你 对 然后我支持你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比如说 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困难 面对困难其实也是一个 面对也是一个动词 然后呢 让我们互相支持 让我们相亲相爱 他也是动词 所以其实就是支持性的动词 所以你看 哇这些动词 多美妙 对啊 因为金游俏长这样讲 就是说原来日常生活 都有这么多的美好的动词 那也希望说 藉由这么多不同的一种 动词的一种练习 就是说能够成为 我们每一个家里面的一种词汇 对 以后呢 我们家庭的语言的一种方式 就是用这样 哇真的 那整个家庭气氛就是美的嘛 对不对 好 谢谢 因为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 刚好到这里也告一个段落 对不对 美好的一个动词呢 大家不妨的能够多多的练习 从简单的开始 好 那休息一下 待会儿我们再继续来进行 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到我们幸福家庭 空中讲堂的节目的现场 那么这个节目呢 是由宜兰县家庭教育中心 所制作播出的 听众朋友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 宜潭人呢 是孙安国小的退休的校长 廖秀伟校长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说明到这个话说对了 父母的话说对了 孩子就会了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 最后一个词博是赞叹 对 刚刚说美丽的动词 现在比那个美丽的动词 还要再重一点 再强一点 对强一点 就是说赞叹 那赞叹 他其实是需要像那个孩子这样 孩子有时候看到东西 眼睛都亮起来了 孩子我们赞叹 大人要站在手线 要让自己 这个有赤子之心 要有一双孩子般的眼睛 那尤其是 这个很单调的乏味的生活 是需要赞叹 然后很沉重 或是无力的苦的那个日子 也是需要赞叹 然后对自己没信心的孩子 其实更需要赞叹 然后失去这个滋润的关系 或者是紧张关系的时候 其实也是需要赞叹 所以赞叹它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能够活起来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会有意义 那尤其呢 它会让我们的这个生命 会有更多的这个祝福 所以赞叹其实它的力量 我觉得它是一个 力量是非常的大的 那我们生活当中 其实有很多那种 应该是说人生 这个十之八九 不如一世 所以有很多让我们不舒服 不愉快 不愿意的事情 那如果听众朋友 我们从今天开始可以试着用赞叹 来这个跟他相对待 对待这个不舒服 不愉快的这个事情的话 或许会感觉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啦 比如说下班的时候 刚好错过这个一班 这个要回家的这个车 哇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不是用抱怨 然后不是觉得说 我怎么这么倒霉 那我们可能用赞叹 用一个赞叹的那种 那种那种方式来讲 我们可以怎么想 我们会想说 哇 看来我回去 这个上工要当妈妈的时间 已经被允许延后了 真好 让我可以好好享受这五分钟 这好难得 对啊 我可以有这五分钟 是 对 所以这真的是 所以这也是赞叹的一种 对 这也是赞叹的一种 对 那比如说 比如说像有的女人 她一直觉得她的婚姻关系怪怪的 那突然她发现 她先生真的是外遇 而且长大八年 这个时候不是哀伤 然后不是哭天强地的时候 如果这时候你换个心情 你用赞叹来看的话 你可以怎么说 你可以自己怎么先对自己说 你可以说 或者是你怎么对朋友说 你可以说 真是让人震惊 可是很难接受 不过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却也轻松多了 因为原来之前那种不对劲的感觉 就是这个 那现在呢 本来我还不知道 那个婚姻问题出在哪里 我无处去失利 可是我现在知道了 所以我开始有一个焦点 可以使利了 这是不是 我觉得这是不是很好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东西 就会觉得说那种赞叹 就是会觉得说 我今天好像就是 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她是很好的 她来了 所以我感觉上我对她真的是 太觉得说她太高兴 她给我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去赞叹她 那我觉得那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 那如果像小孩子 比如说像孩子用这个铅笔 然后在墙壁上画画 有时候是妈妈作家 是看到她在墙壁上 白白的墙壁上这样画 不是气死了 可是这个时候 你可以怎么用赞叹 来这个对孩子这样说 哇这是什么啊 让我来好好看一看 哇墙壁上呢 多了一棵树 然后树上呢 又有一只小鸟 哇 小明娜 你今天很开心吗 然后过得晚一点点的时候 你再跟她讨论说 我们来讨论呢 这幅画是不是要保留啊 那如果以后 你想要再画墙壁的时候 可以怎么办啊 那妈妈是很喜欢你的画 可是妈妈也很喜欢 那个白白的墙壁 那如果以后你想要画的话 有什么办法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样的话 跟你在骂孩子 这样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另外就说 你如果发现孩子 偷了自己钱包里面的钱 你就可以说 哇孩子 真的是你做的 哇看来我真的是好久 没有用心去了解你了 而且没有察觉到 你有这个钱的需要 那真好 从现在开始 我要好好关心你 哇这个真的是 也是很棒 是 对 所以其实我们会在讲说 哇这个赞 可是呢 这个是比较有事情发生 生活当中 我们也可以有很多 可以赞叹的 比如我们可以直接讲 这个比较简单 哇孩子 你又长高了 哇妹妹 你今天的手好温暖 哇赶快来看 今天的天空很蓝很美 前面加一个袜子 就赞叹了 妹妹啊 昨天经过你的房门的时候 我发现你很晚了 还在读书 真的是让人佩服 对就是这个味道 我真的好喜欢你煮的这个味道 对 哇这个是不是都是赞叹 是 这个真的是要善用赞叹 是 说不一定哇 对 不过这个哇 就感觉上就是一种赞叹 对 所以我比较不习惯讲的 你先把哇先练习 好 谢谢校长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教导我们这么多说话的一种方式 那当然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对于孩子的爱 对不对 对于他们的信任 对于他们的支持 那不管是用鼓励的 或者是说用这个美好的动词 常常我们要用 或者是哇赞叹了 多多的来运用 这样子一定能够让我们 整个的家庭生活更为美好 校长 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我们今天呢 话说对了 孩子就会了 家长们 你们听到了之后之后呢 相信的多多运用呢 真的孩子就会了 他们就懂了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么 自然我们幸福家庭空中讲堂的一个节目呢 就到此 那也欢迎呢 下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收听 校长 谢谢